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傳媒 今天何良茂和大家主持廣傳貿論 大家都這段時間很忙碌請小鳳姐出場 何良茂就不用加入這個大合唱的行列 今天主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美國發出第一份中港官員的制裁名單 十一位港官上榜中港官員 在進入正題之前 希望各位網友訂閱港傳媒的影片 以及Like和Share 希望多些人支持 讓港傳媒可以做更多有作用 也能夠幫助大家了解局勢的分析節目 大家看到現在受制裁的首位中港官員 就是由美國財政部公佈了 財政部公佈的名單是很長的 在網站看到 Department of Treasury 這個名單上是按聖事筆劃罪的 排頭的不是最重要 不過是聖事問題 名單有十二個人 大家留意到 只有十一個中港官員是認識的 其中一位 第十二位 就是一位中非共和國的總理的軍事官民 蘇里曼被列入制裁 美國政府指控他 侵犯了人權 犯下反人類罪行 關於中港十一官員制裁美國的理據 所以很簡單 他們涉嫌破壞香港的自治 限制香港公民言論和集會自由 這和美國最近通過的香港自治法 精神是一致的 按照香港自治法等文件列出制裁名單 所以大家都不應再有赤的疑惑 一場完美風暴 Perfect Storm正在上演 同場加映 Fatal Attraction 這個甜蜜的陷阱 或者是一個業員 關於鎮壓香港人 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業員的戲碼 同場加映 所以現在國際上 以美國主導的合攏為共的新時代 登登登登登正式開始了 大家看到制裁的十一人 包括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香港警務處長鄧炳強 以及前香港警務處長盧偉聰 即是去年反送中的總指揮 在警政力方面 以及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直到今天還是掌權的李家超 亦都是破壞香港法治 將香港警察盯上歷史恥辱處的 就是李家超的首犯 以及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新上任 真是新官上任 真是不知三百塊 十三百塊 馬上上了制裁榜 還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是北京的 中國港澳辦副主任夏曉明 以前是港澳辦主任 收集意見 關於延期一年立法會選舉的事 以及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以及北京駐港國安公署處長鄭雁雄 這個朱那黨委書記 即是境外媒體信德國朱那會上訴 就是鄭雁雄的名言 將會跟隨他終身 然後跟隨他終身的就是美國的制裁令 以及港區國安法安全 港區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陳國基 那麼十一人呢 一相已經打盡了超過一半 這張相就是最近他們的合照 就是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全家福 美國裏面有制裁榜上的超過一半的人 現在就是全部一相看明白 大家認住他們 這件事大家看到美國的行動 並不是只有把口說的 財政部長這個梅魯欣也都說 美國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美國將運用可行的工具和權威 來繼續打擊破壞香港自治的人 林鄭月娥當然是重中之重 在這個制裁名單裡面 她在2019年推動《逃犯條例》修訂 也都在香港引發大規模示威 遲遲沒有撤回《逃犯條例》修訂這個重案 也都被指定是參與限制和通過以後 執行《港版國安法》的重要的香港官員 他們現在受到制裁了 這11個中港官員 那些人就說 她在美國好像林鄭說 我都沒有在美國資產 就是以為這樣就可以脫身大錯特錯 很多人都有疑問 是的 她沒有美國資產 她也沒有美元戶口 那就可以了 實際上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制裁本身 是所有 無論你在美國 或者由美國人持有 或者控制的一些財產 這些受到制裁上面的名單的人 你都會被凍結的財產 財產不一定是指貨幣 有人就說 好了 她都沒有去美國 又沒有買美國的樓房 也都沒有買 沒有任何在美國的資產 現在凍結的 受制裁者凍結的 是涉及美國的資產 就是說 這11個人 也都包括中非共和國的蘇利曼 只要她持有 在她所在國或者所在地 持有 跟美元或者跟美國相關的基金衍生工具 金融工具 以及保險 以及其他有財產意義的一些物體 都會被凍結 就是說她是不需要在美國 也都不需要人在美國 不需要有美國資產 她在香港 開一個 美國銀行 或者美國銀行 相關的戶口 都會受到凍結 因為跟美國直接related 就算在中銀開 都會受到凍結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中銀 跟美元有金融的交易 那美元的結算呢 全部都在紐約的CREELING CENTER 那裏完成的程序 所以 基本上 國際上 凡是跟這11個 或者加上中非共和國 12個人 有金融交易的銀行 都有被制裁 凍結資產的風險 即是說 他們都不用指望怎樣開銀行 除非他們是回去 開大陸的山卡拉銀行 或者是不處理 國際金融 甚至是美元資產業務的銀行 即是土銀行 就變成開人民幣銀行 和國際不往來 即是說 被迫著 你就做唐宇了 那你不跟國際交往 即是切割了之後 這個就是 開不開都沒有分別 那以後這11個人 在香港 都不可以 透過這個銀行 出一個 所謂自動轉帳 要出現金了 因為沒有 基本上沒有主要的 金融機構 會和這11個人 能夠掛勾 因為如果掛勾 就好像 孟晚舟一樣 透過這個匯豐銀行 就是貸款 拿到錢去 和伊朗做生意 那麼匯豐 亦都觸犯了這個法例 即是美國制裁令 但匯豐就說 他不知道原來 Skycom和華為的關係 於是將資料交出來 結果 孟晚舟就變成一個 美國要引導的人了 因為他涉嫌 在美國制裁伊朗的情況下 和伊朗做生意 透過匯豐銀行 以後 林鄭月娥等 再加上其他十個人 在香港都不用開匯豐的戶口 因為匯豐也是美國的註冊銀行 其他 即是美國經銀行 或者美國銀行 或者其他國政銀行 他們都不用支開了 因為其他銀行 都是被資側吉 就好像陳志思 他在渣打 或者其他國政銀行開戶口 都會被 偉軟地拒絕 因為銀行不想拒絕他們 令到自己變成了 美國政府針對的目標 因為要交代 這些銀行很少沒有 國際金融交換活動 現在所謂Global Bank Global Bank 一定是要和美元拉上關係 如果不然 你走上Global沒有美元 那個就不是Global 那個就叫做Local Local到現在 中國大陸的銀行 就是Local Bank 如果和美國沒有外匯的服務 所以這11個人 將會相當之 在金融上相當之麻煩 這次的制裁令 沒有提到他們的家屬受影響 但是他們的家屬 如果在美國 是不能夠直接收到 這11個香港人 匯給他們的錢 因為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也是犯了資產凍結令 變成他們不可以直接匯錢 直接在他們名下 就交錢給他們 在美國的親戚或者親友 美國這次的行動 是一個很破天荒 也是香港第一次 有官員直接被美國制裁 這11人創造了香港的歷史 這11個中港官員 這11人不能夠跟美國任何公司 美國人有任何業務往來 即是說不止金融機構 美國的企業 都不可以跟他們 貼上關係 還有這11個人 再不能夠從今天開始 跟美國正式簽任何的合約 如果你是好像行政長官那樣 即是說跟美國任何簽署的文件 這個林鄭是不可以簽的了 只能夠由她的手下負責 即是相應官 即是單位的人 就是去簽的了 任何美國公司 都不能夠向這11個中港官員 提供任何服務 即是說 他們想去Starbucks買杯咖啡都不行了 因為Starbucks是正式式的美國公司 因為如果你去買 美資零售的飲食店去買 即是說有業務關係 以後甚至這11個人 說一句不好聽 你買一個iPhone 都不能夠享受原廠維修的服務 只能夠找山寨公司和你去維修 這個情況 大家看到 11人在美國的角度 變成了個街老鼠 在美國的角度 是不受歡迎 資產凍結 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權力範圍 在他們的工作職責範圍 做了一些破壞自治 破壞損害香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權 甚至法治 包括警察 你看到這次前任的警務處長盧偉聰 現任的警務處長鄧炳強 以為香港保安局局長都上榜 三大保安警察的額頭 無一幸免 律政司司長都要上榜 因為所有檢控是他額頭的 關於去年反送中到今天 何謂有沒有看到這一波的制裁 就不是最後的 只是剛剛開始 陸續有來 因為這個制裁令 也不是單是美國 英國 其他五銀聯盟 以至到日本 以至到南韓等國 甚至歐盟 在美國現在這個制裁令 即吹響了第一槍之後 將會陸續跟進 可以說這個是對於不能夠跟隨普世價值的中港官員 他們要承受的一個責任就是 對普世價值的背離 他們不能夠說不關事 他們要向這個普世價值負責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純粹中國的香港 或者中華民族的香港 香港根本就是一個國際上 國際不同的國家地區 都持有利益關係的香港 香港根本就是一個國際城市 香港只要採取一國兩制 就是它的國際性 現在你將香港的國際性剝奪它 但是你又不宣佈一國一制 還是要掛著一國兩制的招牌 這個北京、中共是不是明實不符 西方社會看穿你這塊東西 加上你推國安法 用這麼橫緩的方法 出得離行 遲早要橫緩 現在就是出現了這種各地的連鎖反應 美國是走了第一步 這個情況大家 吃花生有時間去吃了 所以估計花生的價格也有時間去上升 因為需求極大 而且持續地增加的需求 小鳳姐將會跟她過爐死 希望大家手下留情 不要叫她太多 那何良華今天就跟大家先講清楚 這次香港破天荒 是被美國有11個中港官員 受到美國制裁 而且這個剛剛開始 還要下一波牽涉到這些涉事官員的家屬 還有很多後續的發展 相當之棘手 所以不可以說痴之以備 也不可以說這些事無關痛癢 這些夜行人吹哨的方式是於事無保 唯一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解力還是捨力 就是有權勢的人 權力中心要做他已經做事 要將那個引起危機的源頭解除 只有解除源頭 這些制裁 這些凍結資產 這些國際的針對問責官員 才會有機會撤銷 否則只會惡化 也都是美國做這個行動 目的就是要令到這些叫做 有權勢的人要問責 你不對你統治或者治理的地方的人民問責 你都要向國際普世價值問責 因為現在地球穿時代 地球公民是要享有一致的價值理念 不能夠關門打仔 這些所謂家暴的行為 所謂政治上的家暴行為 是全世界都不能夠接受的 香港人現在在國安學化裏 是受到很大的 就是國家主導的恐怖力量所鎮壓著 但是不表示香港人是不會反抗 在香港人沉著應戰的同時 國際力量加入了支援的生力軍 而且將會陸續有來 現在只不過是小菜一碟 好 韓聯網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subscribe 大家like和share 下次再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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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